今天的天气还更稳定 但是从明天开始要特别注意 一整个星期中南部都要留意大雨 甚至是豪雨等级的雨量 甚至又碰上了年度大潮 究竟雨会怎么下呢 气象时间交易敬意 我们赶快从卫星云图带大家来关注 由于台湾现在受到的是低压带的影响 所以很明显看到附近的云系非常的多 那么这样天气不稳定 尤其你看到在台湾以东 大概500公里左右的地方 还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 但是预估它会往北移动 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台湾 不过就从今天晚间大概七八点 左右就会开始了 那么一路到周二的清晨要注意的 受到的是西南风增强的影响 所以在中南部另外还有在里岛 降雨都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赶快从未来一周的降雨趋势 带大家来掌握 我们收到了在未来一周 降雨最明显就会从今天晚间 到周二的清晨 包括了在中部 在南部 还有在里岛 第一个它下雨的时间会比较长 那么整体而言会是一个阴雨的状况 那么尤其是中部和里岛 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在南部可能会有这种短延时好雨 要特别留意 还有北部东部也不能够清湖 在午后可能会发生大雷雨 这样的雨会下到什么时候 会下到周二的白天开始 降雨才会趋缓下来 但是还是要注意了 在南部还是会有一些短暂雨 在北部和东部 午后还是会有午后雷震雨 真正天气要明显转好 可能要等到周三开始 周三到周六 各地才会转为比较多云道晴的好天气 因此最后有几项天气小丁丁 要来提醒大家了 就从今天晚间开始 天气会不稳定 要特别的来留意 会一直到周二的清晨 那么尤其中部要注意了 会有局部的大雨 那么还有里岛也是局部大雨 南部则是会有短延时强降雨 北部和东部要留意的是 午后会有大雷雨的发生 再加上从明天开始 在西半部要特别留意的是 遇上了年度天文大潮 所以在一些低洼的地区 那么在遇上 我们刚刚提到的强降雨 排水不易 要特别的留意当心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资讯 再把时间交还给叶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